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心脚痛 那心脚痛就是我们的典型像心脏病发那种感觉 那种不舒服像脚痛那种感觉 尤其在我们这个胸口正中央的地方 甚至有一点偏左的地方 它是属于所谓一片大片的范围的那种胸腔的不适 像是心脏被掐住那种感觉 是脚动那种感觉 好像有的人就描述是像石头压住那种感觉 这种就叫心脚痛 那心脚很常都是因为心脏缺氧造成典型的症状 那这种症状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很多的心脏疾病都会有心脚痛来做表现 最常见就是心血管疾病 或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有可能是心脏缺氧 或是一些心脏的心率不整等等 这些疾病都可能有心脚痛来表现 心脚痛描述的是一个症状 它不是真正是一个病 它分三型 第一型就是稳定型心脚痛 那心脚痛就是说 稍微就是在运动 或是当你比较累的时候容易发生 休息一下又会改善 这种叫稳定心脚痛 那不稳定心脚痛是即便你在休息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作 而且它的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严重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 越来越严重 这种就是比较不稳定的心脚痛 这个就比较危险 那另外一种叫变异型心脚痛 就是血管就是痛的 它就是随时就会发生 然后就是血管痉软有关 所以其实心脚痛看你是不是典型性的心脚痛 然后是处于哪一类的 那很多都是跟心脏的疾病是有相关性的 有可能有哪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它真的胸痛的时候 有可能是我们胸部有很多肌肉 突然痉软 当你在做一些专注的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你突然有一些状况 你很紧张的时候 你心头一揪 有些时候是外面肌肉的收缩 或者是你可能里面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有可能是脏器的问题 其他脏器的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食道 我们这个胸部也有所谓的食道肠胃道 它也可能会发生今晚 所以你这时候喝点水 有可能它会缓解 你的心情放轻松 可能慢慢它就松掉了 或是你刚好喝个水 你可以让你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慢慢的改善 它本身有三高的病史 加上年纪 降男性超过45岁 它也是一个风情因子 如果再加上它有不良生活习惯 例如它有一些抽烟 酗酒等等这些问题 那可能平常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日夜作息颠倒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的危险因子 所谓的血管的危险因子越多 你将来得到血管的疾病的机率就越高 那血管的疾病 大家都知道 都会focus在我们的心脏部分 其实心脏跟脑的血管都是一样的 它的风情因子都是一样的 所以本身有三高 有不良生活习惯 假如它又有抽烟 然后生活压力又比较大 可能又要露营 主持节目等等 可能压力也比较大等等 这些都是会让你血管产生问题的 治病的因子 所以可能它心脚痛 也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但同时也有可能 也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总体性别来看的话 男性大概45岁以上 女生当然也会有 但女生的年纪要往后 延到55岁 更年起之后才会增加 所以变成说 男性会提早进入 血管阻塞的危险的年龄 所以男生可能还是要注意 那总体来说的话 男生得到中风 或心血管疾病的机率 会略高于女性 我刚刚特别提到 稳定心脚痛 它也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休息一阵子 精神放松 它就会慢慢改善 所以下次来遇到这种情况下 还是可以 试着喝一点点水 让自己身体放松 不要那么紧绷 试试看能不能改善 如果发现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这个心揪痛的越来越严重 甚至会痛到会冒冷汗 会痛到呼吸困难 会痛到你的视野开始模糊 头会晕 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甚至会痛到你的肩膀 下巴牙齦 或前胸痛后背的时候 你应该还是赶快就进医院 赶快去急诊 去检查一下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益 高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